范冰冰和高官约会影片惊爆外流。流亡负商报她被威胁。 范冰冰自6月初卷入阴阳合同逃税案至今已四个多月,消失的这段时间不停有丑闻流出,没想到3日她发声明向大众道歉并承认逃税后,她的丑闻依然不断,现在还爆出她曾和中国高官有关系,才免除了刑责。 3日,江苏税务总局已公布调查结果,范冰冰遭判赔8.8亿人民币,且无需负担刑事责任。 不过外界就对此相当疑惑,到底为什么范冰冰能免负刑责? 对此,税务局解释是依法裁决,但根据港媒香港花生爆料,前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范冰冰在判决前曾有关系,才让范冰冰免于刑责。 近日,中国流亡至美国的富商接受美国海曼资本创始人巴斯凯尔贝斯,访问时,再次提及去年在推特爆料,习近平的左右手王岐山和范冰冰有关系,甚至亲眼看过两人的约会影片。 当时该消息一出,范冰冰工作室就扬言提稿,不过随后又私下撤稿,郭文贵表示,这是因为范冰冰遭到王岐山威胁,命他不得再提以前的事。 事实上,范冰冰已不是第一次被传出靠出卖自己换去拍片资金,先前被曝与恒大老板许家印关系密切,没想到接着又被曝有关系给大陆国家副主席王岐山,甚至还被郭文贵再度狠爆,看过范冰冰的约会影片。 但过去郭文贵就被范冰冰提告过,不过最后是私下撤诉,让人感觉爱情不单纯,对此郭文贵无奈说,当时没人信我说的话,如今不仅在提影片,更表示在自己爆出范冰冰和郑金高成都有所牵连后,范冰冰曾被王岐山威胁,命他不得再提以前的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